上千乘客的火车 被啥连十几份盒饭都卖不出去 因为价格太贵了吗 你有点过火车上的盒饭吗 火车上的乘客每次都是成百上千 然而盒饭却很难卖出去 看着也是够心酸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火车上的盒饭 很难销售出去呢 每当我们乘坐高铁 火车 长途列车的时候 吃饭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若我们在火车上所食用的饭菜 是非常美味的 就会在漫长的坐车过程中感到一丝愉快 我们可以观察到 火车上的乘客几乎对上面卖的盒饭都不太满意 也时常看到乘务人员推着小车子 在火车里面的走道上反反复复 售买他们的产品 但是由于很少人会购买 仿佛他们只是走了一遍流程 第一个原因 当然要从盒饭的价格上来考虑 中国青年报曾经进行了一份调查 大概有二三十万人参与了这次调查中 结果发现 有93%的人表示 火车上的盒饭太贵了 就连一瓶正常价格两元的矿泉水 在火车上一下子就上涨到了五至六元 火车上的盒饭有多贵呢 一顿饭可能要三到四十块钱 更高的得责可以卖到六十块钱 连在火车上买瓶水都有可能纠结再三的乘客 买个盒饭 或许都要想到天荒地老了 因此许多人都是自己准备了食物 实在没有准备 就宁愿挨饿 要说到这里的盒饭有多贵 其实也能是勉强接受的 只是大多数人会觉得不划算 要是在外面吃 花个二十多块钱就能吃得很不错了 但是在火车上买盒饭 不但贵还吃不饱 因此他们就会忍住省下这笔钱 虽然说飞机上有免费的餐食 但是飞机票要比火车票更贵 所以一些经济条件有限的人还会选择乘坐火车出行 其实有人吃过这种盒饭也纷纷表示味道很差 于是就有很多人避雷了 不会购买了 这些饭菜并不是在火车上现做的 二十 在火车运到火车之前 这些食物会被冷冻到火车中 这些里面的工作人员只需要加热即可 那么为什么不能在火车里面做饭菜呢 这是因为火车是不能着火的 但是可以靠加热一些冷冻的食品方式给整个吃 其口感自然要比新鲜出炉的更差 这也是铁路上配备的标准 第三个原因就是可以替代的食物 很多人在出远门的时候乘坐长途车的时候 会提前去商店购买能填饱肚子的零食 就比如方便面 面包 以及户断厂等 那么可比火车上的盒饭更便宜 并且火车上不只是向乘客销售盒饭 还会有移动的零食售卖车 还没来得及准备食物的乘客 当看到零食车经过时 就会买一桶泡面来缓解饥饿 泡面虽然没有饭菜那么健康 但是味道肯定会更好 火车上就餐环境差 也让一部分人对盒饭难以瞎眼 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回忆火车上的环境了呢 在高点上 若你点了一份高铁餐 就会有乘务员对你热情的服务 并且高铁整个整体的就餐环境要比火车好 对于长途的火车来说 有着各种各样难闻的气味 在火车里面来飘来飘去 即使你很有食欲 闻到一些杂七杂八的味道 估计你也吃不下去了 还有就是很多乘客都是短途的旅客 当然也有少部分需要坐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所以人们会忍几个小时等下了火车以后更美味的食物 关于低价盒饭隐存在着差异 在2015年 我国就在实施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的规范里提到 高铁需向乘客提供 高中低三种价格不同的菜式盒饭 也就是说价格较低的盒饭收光以后 假如中途未在制作 就要需要将中端或者高端的盒饭继续销售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快点入里面 您有个设论